那我们知道在七月份我们的讲题讲到说 我们要大胆地向神祷告 我们大胆地向神祈求 然后呢我们也无论如何都要出去传福音 要赢得人 要得些人 阿们 哈雷路亚 感谢主耶稣 我们的姊妹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黄秀英姊妹 今天早上就接受耶稣了 阿们 哈雷路亚 因为他要预备要受洗 阿们 哈雷路亚 但愿神今天呢 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失落的 每一个人都在主的爱里面得着福音 阿们 那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赢得人 阿们 哈雷路亚 我们盼望在下半年 我们都有机会去向人来传福音 而且真实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真实地能够 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他们 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牧师在我们当中 说我们要成为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成为像软弱的人 我们就要做了软弱的人 我们要像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要做什么样的人 那我们就是要为了来赢得他 然后呢使他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 感谢神 感谢主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我们说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来同理心他 然后我们就带着他 能够来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 阿们 哈雷路亚 但我们今天有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要来看 这个慷慨的福音 为什么是慷慨的福音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在 哥林多前书九章的那边 说到说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因为呢 我们的福音是慷慨的福音 我们一起说慷慨的福音 阿们 哈雷路亚 为什么福音是慷慨的呢 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 怎么样的慷慨 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独生爱子 他神就这样慷慨地 为我们来 为我们摆上了 他也愿意顺服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是 他毫无保留的生命 是毫无保留的 这样的生命在我们当中 要影响我们也是毫无保留的去 来向人家来散视 我们所得到的福音 就是一个很慷慨的福音 阿们 阿们 哈雷路亚 你是慷慨的还是吝啬的 慷慨的 举手来 哇 好 感谢神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要慷慨地从福音开始 凡事都要为了福音的缘故 来分享福音的一个祝福 那因为我们 怎么样的如何的慷慨呢 就是我们要身体的力行 然后呢 我们也要 与人来共享这样一个福音 因为福音是慷慨的 Amen 哈利利亚 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好吗 在哥林多天书 九章二十三节这边 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来一起来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德这福音的好处 Amen 哈雷路亚 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 说他是神的用人 他要去做这个福音的一个赢得 还有得着人的一个工作 那么他要成为一个神所 要他成为的一个人去得着人 好 那现在呢 他说呢 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呢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 他慷慨地怎么样地把福音 宣扬出去 放出去 与人来分享福音 他自己本身就是身体力行 也就是说 他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那我们知道什么叫身体力行呢 我们一起说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的意思就是 亲身地去体验这个福音 而且努力地去实行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大使命神把 这个大使命赐给我们 所以因此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有那个份 都有那个福分 都有这样的职份 要去身体的力行 来努力地实行呢 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说凡他所行的 什么是他所行的 他每做一件事情 他的原型 他的思想和意念 每样事情 他凡是他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 为福音 为福音就是要去拓展福音 要去宣扬福音 去跟人家分享福音 无论是你在你的亲戚朋友 家人身上 或者是你的同事 那甚至我们也要去到那些 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所以保罗他说呢 他就是所行的 就是为福音 所以他思思念念的 所做的就是 他怎么样要把福音传出去 因为我们知道 保罗是曾经抵挡过福音的人 对不对 那他是追杀福音 这个基督徒 基督教的福音的人 但是呢 他被上帝改变 他有一个奇妙的经历 对不对 他看到那个大光 上帝的大光照了他的时候 那他就全然地悔改 这个经历了耶稣基督 对不对 对吗 那完全地悔改 来归向耶稣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 一节那个地方 他自己说 奉神旨意 蒙召作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他是 他是奉 蒙召的 奉神的旨意来蒙召的 一个使徒的 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 他说呢 基督猜浅我 言不是为 这个施洗 乃是为传福音 为传福音 那施洗呢 就是一个人 信了以后 然后为他来 受洗 但是在受洗之前 谁去传福音 所以他说呢 他这个使徒的身份 就是要去传福音 我们一起说传福音 在保罗所写的 诗信的 每一个章节的 第一章第一节 都说 他就是使徒 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做使徒的保罗 那至于我们呢 在耶稣基督 他升天了以后 他就 之前他就对门徒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 很多还没有认识 耶稣的人 使他们能够 来做我的门徒 所以因此呢 我们也是福音的使者 我们也是福音的蒙招 做传福音的使徒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幸福吗 我们传福音 我们就是传福音的使者 我们就是传福音的使徒 那问题是 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心 我们有传福音的那样的心吗 不是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心 是很难的 很难去传福音 因为没有那种推动力 所以因此呢 让我们来思想 你明白福音吗 你明白福音是什么吗 你曾经经历过这个福音吗 你真实的悔改 来相信耶稣基督吗 你真的相信 你相信耶稣里以后 你会得救吗 阿们 我刚刚所说的 所问的 你都同意的话 你就说阿们 阿们 福音很重要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都非常重要 今天你来到这边 可能你根本都不知道 什么是福音 而且你自己都没有经历过 什么是福音 所以因此你不会 为像保罗这样的 为福音来卖命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呢 福音 很重要 这就是一个 你要进入天国的一个入门 所以有很多人是假的 基督徒 为什么 我来敬拜神 我受洗了 但是 他不知道 福音 也要需要悔改 也要需要 归向上帝 要相信耶稣 所以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 耶稣基督 为我们而死 阿们 福音是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阿们 福音是 耶稣基督 为我们复活 我们说复活 阿们 福音就是 他就是我们的君王 阿们 哈利路亚 福音 基督教的福音是全备的 不是讲这个 没有那个 不是只有信耶稣 不需要悔改 No 因为我们是有罪的 阿们 我们是有罪的 师父真说 他是一个布道家 很有恩高的 他做了很多的布道工作 带领很多人信主 但是他说 我到如今 我容然不相信 耶稣拯救我这个罪人 你懂意思吗 不是说他怀疑 而是我这个罪人 耶稣基督都要拯救我 所以到如今我还不相信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我们原是个罪人 对不对 所以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 钉在十字架 对不对 他的保险洗净我们的罪 对不对 Amen Hallelujah 你接受这个福音吗 你接受这个而悔改 说主耶稣我要相信你 我要归向你 所以呢 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我成为上帝的神的义人 我是上帝的儿女 是吗 你是不是上帝儿女 所以你在敬拜神的时候 哇 Hallelujah 你的生命要摆上 Amen 你的生命要摆上 你的生命要摆上 保罗说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为什么 我得到这么大的恩典 我不传 我欠福音的债 弟兄姊妹 明白吗 我们不要欠福音的债 所以我们怎么样的为福音而活呢 保罗去到加拿大的时候 他传福音 第一次传福音给他们 是带着疾病 hello 他是生病 他说我生病 我带着疾病 我去传福音给你们 但是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你们已经 已经什么 这么快离开 所传给你们的 去跟从别的福音 弟兄姊妹 你明白福音是什么吗 你明白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吗 你明白你为什么要来感恩吗 要来奉献吗 你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信主要受洗吗 你明白你自己的名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吗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敬拜 不是偶然的 随便唱几首歌 唱了以后就要出去了 因为说 也是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 什么 是我的门徒 因为我们以前是糊里糊涂的 我们现在成为神的门徒 主的使者 Amen 哈利路亚 所以要去 要去 所以呢 他保罗说什么 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的使者 传福音给你们 所传给你们的 与我们不一样 他们就是应该要受咒诅的 因为传一个不一样的福音 是多么的危险 带人进入到 审判里面 他也糊里糊涂 所以他说 说什么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再说一次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受灵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的 Amen 所以 假福音 假先知 充斥 末世的时候 因为 他要 把人带到 离开上帝的福音 甚至是基督徒 甚至是基督徒 所以 求神保守我们 我们明白福音 经历福音 你也要会说 福音 你要说清楚 讲明白 跟我一起说 说清楚 讲明白 什么是福音 Amen 感谢主 我们看到 黄埔的 A主 还是B主 在家里 在家里 就是带领我们 秀教姊妹的儿子 秀兰 翁秀兰 姊妹的儿子 讲清楚 福音是什么 Amen 耶稣基督 为我们使 你要成为 上帝的儿女吗 你要悔改 你跟着我祷告 他得救 所以要说清楚 讲明白 你会说吗 你不要说 我没有读书 No 跟读书不一样 以你的经历 是什么 你现在相信 耶稣基督 是你的救主吗 他为你做什么吗 Amen 我们不只是要带一个十字架的想念 我们要知道十字架 的意义 十字架的大能 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你醒了吗 弟兄姊妹 你醒了吗 我们要传福音 所以要付代价 为福音的缘故 他说我做什么 我说什么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所以你愿意捨去你的师父圈吗 你愿意放下你的时间吗 你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吗 所以呢 平常日常生活中 生命的见证非常重要 是不是 我们被拆嘛 对吗 我们去到市场嘛 我们去到职场嘛 我们去到很多地方嘛 那你就是福音的使者了 那所言所行的 所行的 也没有 为福音的缘故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六章 那边说到 凡你们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爱主的心 跟我一起说 爱主的心 你凡你所做的 都是为了爱主的心而做 所以 你会碰到你不爱 你不喜爱的人啊 会不会 有没有 有没有 你碰到每一个人 都喜爱吗 会不喜爱 但是你用爱主的心 去爱他 为了什么 赢得他 为了得着他 阿们 所以 保罗说 你 你 你遇到什么样的人 就是要做什么样的人 不是叫你去 跟他抽烟 一起抽烟 跟他喝酒 或者吸毒 不是 你要倾听的心 倾听他的苦痛 你要 你要会读他的心 你要侧耳听 你要同理他 然后 你才能够 捕鱼嘛 对不对 你要杀网 然后你再捕鱼嘛 对吗 所以你要得着人 你要得着人 我曾跟一个96岁的 好几个90几岁的谈福音 有机会 有这样有机会 我就感谢神给我很多机会 这个96岁的安哥 他做生意做得很飞放很大 他有很多钱 他很大 很高的地位 他 他说 他知道我要跟他说什么 但我没有跟他讲福音 他就心心铺陈 铺陈这些给我听 他说 我只拜我的妈妈 因为他生我 他养我 他最伟大 OK 我听嘛 对不对 我不用跟他辩解 我们不要跟人家辩解 福音 但是你听他 但我说什么 我只讲上帝的大能 我讲 我只讲上帝的见证 我只讲这些 最后 我说安哥 上帝这么爱你 给你一个很好的妈妈 你要来相信上帝吗 他说 好 好 Amen 神会给我们智慧 Amen 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的 Amen 举手来 有手的举起来 都有手 你没有举起来 我也看到你的心里举起来了 都可以传福音 你跟旁边的人说 你可以传福音 把你手行的 要为主的缘故 说 管你所行的 都要为主的缘故 Amen Amen 我今天早上 在台上好像很凶 没有啦 不是啦 神的话也就是这样 但是我真的被激励 我很多的机会传福音 我就相信 神让你碰到 让我碰到的人 他一定会传福音 信耶稣 你有这样的信心吗 你有这样的胆量吗 不是我啊 是神啊 所以 我看我们时间很快 那个我就 跳啊 要跳 对 所以我们要 要传福音 所以 不是讲说 耶稣爱你 耶稣信耶稣很好 这样子而已 不要讲这样 你要把他 带领他 认罪 悔改 相信耶稣 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 真的可以的 你要试看看 你就会知道 真的 保罗去到一个地方 他说 他本来要去哥林多 他说 他要见那边的弟兄 但是呢 他也要跟他们 Fairship 团结 几天以后 才去语夫所 才去他要走的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 他写信 他给 这个哥林多教会 他说 因为我现在在语夫所 我现在在语夫所 我要等到五行节过了以后 我才能够去到你们那边 为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 十六章九节那边说 因为 有宽大 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 也很多 所以呢 我愿意留在这里 因为我为福音的缘故 他就留在那边 所以呢 保罗 让上帝使用 有几次的 向外的传福音 都建立许多的教会 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 敬拜的都是保罗 对不对 因为保罗 以后的使徒 又继续传福音 到我们这边 我们才有机会 在这里敬拜上帝 Amen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祷告 有宽大 又 有功效的门 我们一起说 有宽大 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们而开 不要怕反对 基督徒一定会经历的 你怕反对 不敢说 人家笑你就不敢说吗 保罗说 我不得不说 当你得到好处的时候 你不得不说 对不对 你要告诉人 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要复兴了 Amen 我们都起来 我们都起来传福音 宽大 一定有的 我去到医院 我就是看到那个 有个年轻人就坐在那边 我祷告主啊 给我机会 你让我碰到的人 他会信耶稣 我看到年轻人坐在那边 我就进去了 那个年轻人一直看着我 然后我就说 年轻人 上帝爱你 他为你做了 很多 祝福的事情 他为你死 他为你 为你 为你 为你复活 然后 我说 耶稣为你做的这些 你愿意接受耶稣吗 他说好 我很惊讶 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快 他说因为 我觉得我走到绝路了 我不知道谁是神啊 真的神 所以我就说 如果有人告诉我一条出路 我就会相信 我就会相信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会为你开 又宽大 又有功效的门 是为我们而开的 哈利路亚 所以 第二个 现在讲到第二点了 所以呢 慷慨的福音 就是要与人分享 我们一起说与人分享 Amen 不只是你自己得着 你要与人分享 所以同德的意思就是参与 同德福音的好处 就是参与 你自己得着 让别人也参与 同德的意思也就是伙伴 我们一起说参与 伙伴 让你带领的人 跟你一起伙伴 一起是得着福音的好处 感谢主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去分享 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要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 我们一起来看那个 PowerPoint 神的用人 保罗说 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 在 哥林多后书那边也说 我是神的用人 仆人 你也是神的仆人 他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去 传福音 我们要带着兵器啊 我们一起说兵器 好 要什么呢 来下面一个 The Powerpoint 要有圣灵的感化 我们一起说圣灵的感化 无为的爱心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 再左再右 阿们 回去看这个圣经 非常好 我们不用惧怕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当你带领他与 同享福音的好处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门训的人 你要带领他 你要带领他去到 可以喂养他的地方 教会 所预备的课程 教主 你要带领他去成长 所以 圣灵的感化 圣灵的工作 非常重要 不是你的爱心啊 请他喝咖啡啦 吃一碗云吞面啊 而已啊 还要圣灵啊 圣灵 Amen 圣灵会感化人的心啊 对不对 是不是 还是你有大能大德 没有啊 圣灵的 所以你要为他祷告 还有呢 是什么 你要无悔 没有假的爱心啊 我说为主 主的爱啊 主的爱 真实的真理啊 还有神的大能 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啊 当你与他分享 神的话语的时候 那就是彰显神的大能 忍耐的兵器 不要惧怕 我们常常带着兵器 不要惧怕 要刚强 Amen 弟兄姊妹 传福音会不会受抵挡 会不会 你的家人有没有抵挡你 有吗 你的朋友有没有抵挡你 所以 都是非常的 司空见惯的事情 弟兄姊妹 我们要 起来传福音 所以 你们知道谁是你的 属灵的长者吗 长辈吗 谁是你的属灵的同伴吗 谁是你属灵的儿子 你看看你的 天上主要 谁是你的 长辈 属灵的长辈 看旁边 看看 谁是你的属灵的同伴 谁是你属灵的儿子 我们要与他们 共享福音的好处 感谢主 最后我们来看 福音的 将来我们要得到福音的好处是什么 来 我们一起来看 来 得 上帝的 没有没有 前一章 得 天上的基业 我们一起读 来 来说来 得着天上的基业 还有呢 得着天上属灵的福气 得奖赏 得不能坏的冠冕 现在其实你是基督徒 你是生的儿女 你都可以得着 但是将来会得到那更真实的 更真实的 Amen Hallelujah 最后 最后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回到约旦的经文 我们一起 这是保罗说的 你对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出来好不好 你自己说出来 我们一起来读 来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德这福音的好处 再一次来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德这福音的好处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跟你旁边的人讲这句话好吗 Amen 你说Amen的就请站立起来 Hallelujah 我们来敬拜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